新聞的詳細內容 主管港澳事務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 早上結束三天的訪港回到內地 習近平就說此行已經達到預期目的 而他在香港期間多次重新了 中央希望香港搞好經濟民生 習近平離開香港之前 還向香港市民和特區政府臨別贈言 期待社會各界和政府緊密團結 精神合作 先和鄧俊輝驚嚇總結新聞行程 習近平對特區政府的表現 有甚麼評價 馮少廷,這次習近平訪問香港三天 其中一個重頭戲 就是視察奧運和產澳馬術比賽的場地 習近平在總結行程中說 這次看完之後 有信心香港一定可以將 奧運和產澳馬術比賽辦好 他提到希望香港社會和政府 可以加強團結和合作 將香港建設得更好 行政長官曾蔭權在習近平離開香港前 送了這一本記錄他訪港期間活動的圖片集 習近平收了這一份特別禮物之後 主動走近記者 將這一番說話匯增給香港各界 在此我也衷心的期待 香港社會的各界人士 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緊密團結 精神合作 使香港特別行政區 建設得更加美好 使香港市民的生活更加幸福 使祖國的東方明珠更加璀璨 我就說這些 謝謝大家 各位朋友再見 習近平之後在行政長官和三名司長 寬頌之下 由斜立各京深圳灣口岸離開 結束在香港不夠50小時的訪問 亞洲的記者林鄭輝 而中央駐港最高機構中聯辦的 副主任彭清華 總結習近平三天的訪問行程 他提到 習近平在這三天 在本港的多番談話中 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國家主席胡錦濤 早前就本港問題提出的四句說話 這些亦都是本港今後工作的總體要求 彭清華的講話內容又不定欣講 彭清華說 習近平重新了國家主席胡錦濤的講話 對香港的重要性 胡主席講的四句話 就是要集中精力發展經濟 切實有效改善民生 情緒漸進 推進民主 包容共濟 促進和諧 這也是對香港今後工作 總的要求 彭清華又指出 習近平此行的三大主題 是肯定香港籌辦奧運馬術所作出的努力 讚賞港人在物價高企之下 仍然為抗爭救災慷慨捐獻 以及體現中央非常重視香港經濟民生 凡是對香港發展經濟 改善民生有利的事情 中央政府都會大力支持 有關的措施 承受一下 推出一下 他相信在中央政府支持之下 香港市民一定可以戰勝未來的挑戰 亞洲電視記者不定音報道 發言 習近平訪港 最後一項行程 就是接見有份參與四川地震救災的一些香港服務團隊 對香港人在四川救災方面 他有甚麼評價 習近平說 本港在四川地震發生之後 第一時間提出要幫忙救災 而他今次親身來到香港 聽到各個不同的單位 包括有救護、醫療、防疫等等的隊伍 向他講解了在四川的工作情況 習近平說是覺得很感動的 習近平到飛行服務隊總部 先參觀到過災區的飛行服務隊 截流陣液機 和超級美洲炮直升機 把大量的佔地帶到安全的地方 對完示範 如何在山勢險要的地區救人 習近平很感興趣 消防署、衛生署等部門 亦派代表講解 感謝您 習近平說 是受國家主席胡錦濤委託 要親身向這一班 冒著魚鎮危險 到四川重災區救援的人員 表達感謝和敬意 極端負責的專業精神 這個都獲得了災區群眾 和國內人民對你們的尊重 也獲得了國內同行對你們的敬佩 各救援隊伍的代表 又向習近平送上禮物 習近平送給本港到四川救援隊伍的紀念品 就是這些由奧運會揮的小禎擺設 象徵著新生命的開始 習近平希望這班專業隊伍 繼續在本港發揮專業精神 為香港市民服務 畢仔短短三天訪問行政 習近平對特區政府提出了不少期望 是的 李同 習近平這次在香港 雖然短短逗留了三天 出席了19場活動 但他就本港的經濟、政治 以及奧運馬術比賽等等 都提出了多項的意見 由羅振邦回顧一下 習近平來港很關注香港的經濟 和民生發展 他兩次的家訪 顯示中央非常重視 香港近期面對的通脹問題 亦對特首曾任權提出了期望 無論是甚麼事本 也是自動… 自動… 貴人一貴 最傷的那些… 對,所以我想… 也希望不會再有太嚴重的情況出現 我想你們應該會有你們的方法 多關心那些事情 我知道 特別是特首… 每天都關心那些事情 對 在政治方面 接掌香港事務的習近平 在首次接見香港特區政府的 主要官員時 對他們提出了兩句說話 通情打理 團結高效 除了要求特區班子團結外 習近平還引用了曾任權 在05年選特首時的一個競選口號 就是強正黎智 我們也希望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他來北京奧運還有一個月 主管北京奧運工作的習近平 對香港的奧運馬術比賽籌備工作 亦提出了要求 行政長官親自掛帥 親自過問 要明確分工和責任 每一個工作都細化落實到具體人頭 應該是加上監督檢查實行嚴格的責任追究制度 外界關注習近平接手掌管香港事務後 對香港的政策會不會有變 他就這樣說 既定的方針不變 和前任的領導者 我說這叫蕭龜草水 這方面是很明確的 亞洲電視機者羅鎮邦報導